一边是暴雨雷电 太阴家境正在呼风欢愉 一边是烈日高照 太阳海瑞将要照亮一方百姓 大明朝的八卦镇 围绕着阴阳两极疯狂旋转 一个灯笼引发的超级动荡 迎来了海瑞跟沈一时的终极对决 胡宗宪的公文给了海瑞期待已久的兵权 带着官兵大摇大摆的来到码头 将一把出鞘的利剑 杀向制造局的良船 站住 干什么呢 干什么的 看好了 老子今天要大杀四方 一只吊令箭 遣君万麻来相见 想见过许见过 你俩带兵迅速围过去 把良船给我看好 你们这里原有的兵 去城里厅高辅台吊钱 好 无关人员已经清长 那么接下来要上演的戏码 就是一身正气智商风顶的海岗风 搭战商界天花板的沈一时了 两人双目碰撞互相审视 海瑞的眼神告诉他 这个人相当难搞 沈一时脸上露出了从未出现过的严肃 这场对决的胜负将决定着改道为丧的走向 抱上贵驾的职务 在下沈一时替江南制造局经商 那这么说你只是一个商人 就算是吧 那就好办了 按照大名律 商人不准穿零罗绸缎 冲你这一身把把黄 我就可以将你 拿下 再看沈一时 老伙计那是丝毫未皇 显然是早有准备啊 紧接着啪啪双手一拍 四名一计端着四个托牌就上来了 分别是刺绣的官帽 挑尖的鞋 六品的官服 相遇的结 因为他沈一时老前有功 私立间特意上奏 为他特别深情淡 也就是说他虽是商人 但也是官 整个大明朝 唯一一个合法的官商议题的商人 零罗绸缎 自然随便传 得 人家反手一个将军 将钢锋兄打得措手有点不羁 原来朝廷还有赏商人 功名官带的特例 难怪这套官服 托于妇人之手 官服放在一起手上是一种嘲讽 更是一种亵渎 海瑞的怒火蹭蹭往上冒 言语中满透着不屑和八口 海大人所言极是 虽说这个功名是天恩特赐 但是我沈某平日 也从来不敢随意穿戴 毕竟不合大明朝的组织 既然皇上赏了我这功名 我就不只是一个商人了 这就是我沈某今日 赶穿驻罗朝段的缘由 这样回话 不值得海大人认不认可 祖宗惩罚国家公器 竟然能通过太监制大皇上 擅自修改烂赏商人 还要逼着海瑞认可 可见大明朝的太监官员商人 勾结到了何种地步 沈一时本想证明自己 穿绸缎的合法性 可海瑞的思路也相当刁钻 他盯上了沈一时的官服 你刚才自己说了 皇上赏你这套功名官带 并不合大明朝的组织 是不是你要我现在认可你这句话 这下好了 沈一时本想拿家境压海瑞 但他同时也说了 这不合组织 这话被海瑞强行利用 反问他是皇上大还是组织大 这话根本无解 也不能回答 这种棋逢对手的感觉 让沈一时浑身一颤 他该如何破局呢 这是沈一时跟海瑞的终极对决 背水一战的沈一时日 跟大明朝那么多厉害的官员 都打过交道 如此激风逼人的海瑞 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欲强则强一直是沈一时的过人之处 一路上的惆怅失落 立刻被对方无形的激风 激化成了一决高下的斗志 忍不住畅快大笑 三年了 每次见到这套官服 我沈某都坦特不安 这一次终于遇见一个 可以将官服品级 替我归还给朝廷的人了 所谓坦特不安 是因为为官不能经商 经商不能为官 沈一时就是个矛盾的结合体 官商的存在 历朝历代都不合法 随时都有可能丢了小命 商人的一面 沈一时是丢不掉的 真要丢掉了 他也就没什么用了 六品的官袋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只能把官服还给朝廷 闻人商人政客 三折基于一身的沈一时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最后只能选择做一名低贱的商人 沈一时骂云娘的话 其实也是在骂自己 明知道贱还得做 海大人 鸡民逮捕 两米再船 这才是大事 我沈某是不是该穿 驻罗绸缎 还是该穿官服 可否 过后再说 海瑞是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的 你要是合法了 我还扣个锤子 不可 你要是个正经的官员 就立刻换上官服 你要只是个商人 便立刻换上布衣 穿官服换布衣 与今日的灾民两米之事有关吗 对沈一时来说 他不能穿官服 因为刚才自己说了 不合组织 但也不能换布衣 换了布衣 他就不是制造局的人了 那接下来就没戏场了 而对海瑞来说 沈一时什么衣服都不好穿 你要是商人 根据大明律法 商人不能穿绸缎衣服 你要是官员 根据大明律法 为官者不能经商 那你只能是个普通老百姓了 那更不行 你打着制造局的牌子 打着公里的牌子 来贱买灾民的田地 你要是穿上官服 我便上书餐制造局 你要是换上布衣 我便捉人将你立刻拿下 我再问你一句 是穿上官服 还是换上布衣 海瑞提高了声调 直接摊牌 穿官服换布衣 我都要搞你 只不过搞法不一样 此时的沈一时 已经知道自己输了 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已经说过 我沈某今日穿官服 还是换布衣 与灾民两米之事 并无干系 那就是说 见买灾民的田地 并非制造局所为 也不是公里的本意咯 这下啊 买田的事算是彻底完蛋了 沈一时无奈地低下了头 海瑞一招胜出就要动手 先将每条船上 制造局的灯笼都取下来 再将这个人拿下 沈一时还在思考海瑞的目的 刚才一直在说他违法 这会儿却要先取灯笼再抓人 此话一出口 海瑞大意了 沈一时突然反应过来 你这话里也有漏洞啊 先将每条船上 制造局的灯笼都取下来 再将这个人拿下 慢着 不知海大人为何要将我船上的灯笼取下呀 你打着宫里的牌子 见买灾民的田地 诽谤朝廷 以图激起民变 你还敢问我 海瑞跟沈一时的对决 已经占据上风 可不管是谁都有大意的时候 沈一时本以为海瑞是来阻止 见买民田的 直到听说 先取灯笼再抓人 这才彻底明白 海瑞的真正目的 于是便被迫使出了终极杀兆 哦 原来是为了这个 来人 把灯笼下的帖子放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那些帖子 每一章都写着四个大字 奉旨赈灾 饶是海瑞机敏过人 这会儿也蒙在当场不知所措 他看着帖子又看看沈一时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岸上的百姓开始喧闹 看着一袋袋粮食被扛下船 无险欢腾 引起朝堂震动 家境暴怒 沿党差点倒台的制造局买天事件 顷刻之间变成了奉旨赈灾 皆大欢喜 海瑞看着震气灾民的战策 他评称最厌烦的旧事商人 跟这么大的商人打交道 一交手就是通天的大事 眼前的局面扑朔迷离 大出所料 不禁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拿错剧本了 原本想好的是 取灯笼抓人扣传分粮食 各回各家各吵各麻 将改道围赃彻底推翻 现在可好 星辰匿变 沈一时非但不是来给功力抹黑的 还拿赈灾绑朝廷卖了个好 这样一来 已改奸阵的阵势解决了 那改怎么办呢 海瑞本能的怀疑 这事没那么简单 我冒昧地问一句 你只是一个商人 虽有个六品关带 也不过虚设而已 赈灾又不是你的责任 你为什么这么做 沈一时已经换上了布衣 回归了商人的本来面目 我是个商人 可我是替制造局当差的商人 浙江官府一时 拿不出那么多粮来赈灾 我先垫出钱买粮 借给官府 帮了朝廷 也是帮了我自己 到时候你们还会还粮给我 我又不损失什么 这个解释 是沈一时心中的理想状况 可是谁都知道 理想有时候只能拿来想一想 那改道为丧的 你的钱都买了粮 借给了灾线 但拿什么去买田呢 没有田 种不了丧 怎么多产丝绸 沈一时的解释是 大明朝的商人又不止他一个 有钱人遍地都是 他们都可以买田种丧 再说了 百姓自己也可以改道为丧啊 只要把产出的生丝 多卖些给我 让我多支些丝绸出来 执造局的差事 我也就好办了 话说的入情入离 而且也切实可行 要是真能这么干 原本所有人都认为 万难无解的事 轻而易举 变成了两难四解 沈一时可以拿这些话来 忽悠海瑞 因为海瑞并不知道 严党到底有多贪 家境到底有多能花钱 但他自己知道 他说的办法 根本就是一道伪命题 你为什么能帮制造局当差 人家为什么让你低价买田 心里还没点数吗 所以沈一时这么做 可以说是一种反抗 一种对商业背后 官商勾结的厌恶 一种对朝廷腐朽不堪的 无声抗议 一个灯笼引起了朝堂震动 一个奉制震灾 又让土地兼并 再也不可能实现 一直被所有人忽视 被利用来利用去的沈一时 这回呀 算是把整个大明朝堂 都给耍了 那么他的结局 也就自然注定了 好了 又是一个180度的大船弯 那这些 还在盯着灯笼的痴魅王良 听到这个消息 不知道会不会吐血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说 你用的这个事也还是得利的 明里不要省他什么 按理讲他点赞收藏吧